去年11月南亚渔港旁的大排沟 大量的漂流木和垃圾就这样布满整条沟渠 水的颜色也变得污浊 当时在经过相关单位处理之后 没想到今年的菲特台风过境 这条大排沟一样是堆满了垃圾和漂流木 也让清洁队疲于本命 这是去年11月南亚渔港旁的大排沟 大量的漂流木和垃圾就这样布满整条沟渠 水的颜色也变得浑浊 当时在经过相关单位处理之后 没想到过了一年 在今年的菲特台风过境后 这条大排沟一样是堆满了垃圾和漂流木 也让清洁队平于本命清理 经建客以及我们区里的清洁队通力合作 经过十个工作天 终于把漂流木跟垃圾完全清理干净 长久以来每当台风一到 就海水倒灌 因为这边有一个凹河 之前那个荣卫节有来会看过 因为就是考到他是说是那个警官保护区不能施工 在区公所及区清洁队的协助下 启用大型吊寡机具还有清允车辆 前前后后共十个工作天 将过长的木材先锯短后才送上车辆再走 总共清出了二十余顿的漂流木和垃圾 数量之多令人着蛇 双边的居民也是很担心 因为河口堵住 所以海水倒灌也会影响居家的安全 我希望有关单位像我们区公所 最近也是有来会看过 请他尽数就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过里长就指出这条大排沟每逢台风被淤积 原因就出在河口的阻挡不足 造成漂流木和垃圾都会倒灌 而且淤积的越严重 民众就越担心家里会淹水 因此也盼相关单位能协助解决 老是淤积了才清理也不是办法 介乘云威 瑞芳 采访报导